這就是所謂的鏡頭 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雖則我們對身邊的人事物要多點了解 多點關心他們 又或者從而去研究一下他們會發生這些事 了解身邊的人事物 多點關心社會 多點關心國家 多點關心世界發生的事 從而令這個世界更美好 從而更加了解自己 以及令自己更加有修養 是一個生意為人應該要做的事 只不過鄰居很多時候所發出的噪音 例如是那些拖家斯的聲音 赤腳凍地 鑽牆 打牆 吵架 大大力關門 拍桌拍椅 尖叫 狗在狗叫 大大聲哭 唱歌走音 吹口琴 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噪音 尤其是在半夜出現 實在我們其實不太想了解 不太想聽到 說回正題 為何今天會拍這段影片 就在屍然看到網上有一宗新聞 說最近的 就是說香港有一個住戶 飽受這個 樓上的噪音滋擾 他受不了 忍了很久 終於他就買了一個什麼 反擊呢 就買了一個震流神器 進行反擊 可能有些朋友已經知道 就是一塊東西 裡面會自動產生一些 撞擊聲 或者震動聲 那他就通常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到網上賣的東西 全部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一塊東西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震流上 向樓上反擊 所以就整個 頂天立地的 一處晴天的東西 頂著那個震流器 下面就有一個固定 固定著這樣 好像PODENSE那些 但多了一個震動東西 還有下面 有一個越趕越色色的 震動東西 Anyway 總之他的目的不是色色的 目的是用來滋擾 用來反擊對方的 可能有些朋友就會 這樣不就是震動自己 對 所以通常用這些人的東西 用那些人的東西 用那些東西的人 用那些東西的人 那你認不認得那個 老粒你的樣子的人 不明白 阿Sir是問你 認不認得老粒你的樣子 他的樣子 用那些東西的人 就會設定了時間 或者他臨出門之前 才設定 開啟 等他不在的時候才震 如果你是玩一些 可能人的哭聲 狗肺聲 之類的 透過空氣全部為主的聲音 你都更容易辨認到那個位置 但如果不是 你說是一些 震動聲 哭擊聲 等等 感覺上是整個單位聽到的 其實很多時候 這樣的聲音 一來 是不是人為呢 都很難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 水垂效應 會有些撞擊 或者波子聲 這些可能未必是人為 或者不是故意做的 如果長時間聽到一些 突牆聲 淡地聲 拖架屎的聲 這些就很常是人為 但為什麼 聽來聽去 或者你上網搜尋 鄰居之妖之後 好像永遠都是說 樓上的聲音 為什麼永遠都是樓上呢 難道樓上沒有樓上嗎 即是媽媽 你為什麼要罵媽媽 媽媽沒有媽媽生的嗎 媽媽的媽媽的媽媽 有沒有罵上去 媽媽的媽媽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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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信 你可以嘗試問一下 居住頂層的朋友 你們看看他們有沒有聽過 樓上傳來的噪音 我想他們十居其九 都有聽過 對啊 好像樓上傳來的 但他們深信 他們明白到 他們已經居住在最頂層 除非他天台有賊 但賊應該不會這麼明目張膽 在製造噪音 告訴你 我來偷你東西 那是吧 都是靜靜雞的 所以噪音不會在天台傳來的 可能有些朋友心想 不是我住一樓了 住最底層的就是我 下面已經沒有其他單位了 樓上傳來的聲音 怎麼還不是樓上發出的呢 也真的不一定的 因為事緣真的有一位事主 他自己只是住一樓的下面 就沒有單位了 一直都聽到一些 啕啕 啕啕的聲音 我心想為什麼樓上 無緣無故在撐東西 經過他細心地調查過 才發現原來那些聲音 真的不是樓上傳來的 而是樓下 樓下的渠 渠上面有鐵蓋 鐵蓋和渠 可能本身就陷得不夠了 所以當有車經過鐵蓋的時候 就會撐到鐵蓋 那鐵蓋就會撐到渠 鐵蓋和渠之間的撞擊聲 啕啕 啕啕的聲音就這樣出來 而這些啕啕的聲音 就會透過地下 然後傳到建築物的石屎場 傳到單位裡 好 所以重點來了 為什麼 無論是樓上還是樓下 樓左樓右 樓左下 樓右下 樓左上 樓右上 這些附近鄰居 的噪音 全是你的單位 你都聽到 好像是正樓上 傳給你的呢 簡單說一個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應該試過 整個房間 或者整個房間 清空了 在這麽空曠的房間 或者空曠的貨室 可能清空 明天開聖泰聯歡 或者去禮堂 去辦公室的房間 圖書館的自修室等等 這些比較清空的地方 在這麽空曠的地方 在這麽空曠的地方 為什麽會這樣容易 聽到自己的回音呢 就是因為房間 有很少的東西 干擾 或者吸收到你的聲音 那你的聲音 在一個房間裡面 會當 你自己射到牆壁 牆壁 直接彈給你 很清楚地彈給你 就很清楚地聽到 你自己的回音 但是 如果一旦那個空間 多了其他東西 去吸收你的聲音 去干擾到你的聲音的時候 就會很難聽到 你自己的回音 越多東西 就越難聽到 那同樣道理 就算你旁邊 左右上上下下 左左右前前後後 火車鑽山洞 傳來的噪音 去你的單位 因為 你天花板 正路是最少東西的 通常是燈 給了你最多一些椅子吃 其次就是牆壁 牆壁還可能會掛一些鐘 掛畫 分體冷氣等等 最多當然就是地下 你地下裝的一定是最多 不同的傢俬 日日用品等等 所以換句話說 你地下所吸收 所干擾的聲音 就是最大的 其次就是牆壁 最少就是天花板 所以無論是來自四方方面的噪音 一旦來到你的單位 在不同的四方方面的牆壁 傳到你耳朵的時候 最高效率傳到你耳朵的聲音 聲量最大的就是上面 因為上面最少干擾 所以聽起來就好像在樓上傳來的 雖然在樓下都有 但是因為干擾成分太大 那就有點像 例如你拍攝的時候 有架車在你左邊經過 聽起來為什麼會在左邊呢 就是因為你左邊的咪 是收的聲量大很多 右邊不是說收不到的 但是因為左邊搶光 聽得最大聲收得最大聲 所以同樣道理 天花板傳來的效率最大 所以你聽起來就是最大聲 所以感覺上好像是天花板傳來的 那就是樓上的聲音 就是樓上傳吧 所以有些人就 可能還未查證 還未搞清楚 就一直以為是樓上傳給你 你一直在心裏不停的咒罵 問人家的祖宗十八代 可能其實真的與樓上無關的 好啦 所以換言之 剛才如果說回震樓神器這件事 聰明的朋友看到這裡 都應該知道 你這樣裝了 合不合法都是後話 你問那些律師 或者專業人士 他一定戴上頭盔 一定跟你說 不是啊是犯法的 千萬不要亂來 那一定是這樣的 難道會鼓勵你這樣做嗎 你問我都會不鼓勵你這樣做 但是事實上 合不合法是後話 重點是 你這樣震 真是正宗的攬炒 身邊不同的單位 都會聽到你這個震樓神器 產生的震動聲 我上網搜尋都發現 原來也有一件類似的事情 就是 你打算去反擊 反擊不成 反而被其他住戶 就投訴你回頭 變成你想裝震樓神器 就玩死自己 當然我不是說 他裝震樓神器完全錯了 但我相信有很多住戶 都受不了長久而來的噪音 真的確認了一個音源 在那裡 你應該跟他吵過 但他是不改的 那你才去裝 但是如果震樓神器又不行 那怎樣 不攻擊可以 那就防守 裝一些隔音尖 好坦白說 除非你整套包到塌塌陷 啊 應該這麼說 包到整套塌塌陷都好 其實都不是很吸收到的聲量 可能都是吸收到三四成左右 如果你自己上網搜尋這個 如何去解決錯誤問題 來來去都是三幅屁的答案 第一幅就是 找回那個人 跟他商量 第二幅屁呢 就是找管理處或者找房處 第三幅屁就是報警 雖然我的答案都是在這三幅屁以上 但其實他們少說了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在找他跟他商量之後 找房處或者管理處之前 應該做多一件事 就是找其他鄰居商量 一來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證物證 例如有些鄰居真的親眼目睹那個人 在那裡蹬蹬的 那你可能就剛好在你樓下的 你未必知道的 你看不到你樓下的 偷視眼什麼 看不到 那可能就是鄰居才看到 或者幫到你 證明到你是受害者 或者證明到你樓下的 就正正就是製造粗音的那個 滋擾人士 例如可能一齊集體 一人一句 給一些超級溫馨的提示 給這個 滋擾他人的那個住戶 給那些人知道 你吵到很多 我們鄰居不同單位的鄰居 希望你 收手 甚至乎你再溫暖一點 再溫馨一點 就簡直 你們跟鄰居一起夾粉 送一個隔音滲給他 四個人是凡機的 他不知道他十呼法很震 送一張滲給他 哇 溫暖那個集大大 墊在十呼法上 從根源著手 就大大減少這個草飲污染 當然就沒有任何一件事 有百分百完美解決的方案 只不過我現在提出多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 在你找管理處之前 或者跟那個人談完之後 如果中間沒有改善的 你可以找鄰居一起幫忙 所以這個時候 找管理處甚至乎 防署 一來可能效率問題 二來甚至乎有些 比較射薄一點的 甚至乎有跟進度 其實都是幫不到你 就是遠親不如近倫 所以鄰居 如果一起守望相助幫拖 其實是可能 解決到問題的機率 可能更高一點 對了 最後報警 衰點說 有時候真的很難找到證據 如果你單拖的話 所以找到鄰居 之後真的再搞不定 防署也不理 管理處也不理 你真的再報環境 你有證據 真的可以做到事情 那時候 就不需要出動什麼震流神器 這次的重點 就都說完了 重點是希望大家知道 那些噪音其實很多時候 都未必是流上傳下來 但是聽起來 為什麼會流上傳下來呢 正是因為 天花板最少的干擾 所以 天花板傳下來的聲量 效率是最高 所以無論你是 或是四方方面的震動噪音 經由這個固體傳下來的 你都會覺得好像流上傳下來 對了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最後也很想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試過 被不同的噪音 干擾到自己的睡覺時間 或者平時休息 你有沒有考慮一下 找不同的鄰居 或者有沒有試過 你做了什麼 原來你找完鄰居 或者你跟那個人聊完 發現他們變本加勒 或者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又或者你們有什麼 更加有建設性的方法 可以解決到鄰居的噪音之妖 不妨留言分享一下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幫助大家 再見 話說我自己就遇到 兩種不同的噪音 第一就是可能鄰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住在那邊 那些鄰居很喜歡打麻將 是開著門的 然後搞到我們本身 我自己本身都是開門的 但是我們本身家裡靜 所以開門其實都沒有什麼聲音 但是反而就是很多 外面的吵雜聲就進來了 然後我設定不順 聽到他就打麻將 我就忍不住說 碰 大四喜 燒上公 我就是唱歌了 然後有些住戶 羞恥心比較強一點 就忍不住關門 知道什麼了 那有些羞恥心比較弱一點 就照吵 話知道 再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就覺得有點無奈 就是因為我自己在睡覺的時候 就會聽到好像 類似是 下三層還是上三層 就是真的墳機的聲音 那我自己就覺得 聲量不是很吵 但是呢 一睡覺 身一貼在床上 就會聽到很清楚 那些聲音 不大聲 但是高嗡嗡聲 我本身是一個 不是容易睡得著的人 我聽到那些草音 就很辛苦 很煩 讓我睡眠的數目不好 還有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入睡 那我問回家人 家人說他聽不到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如果有家人聽到 我起碼可以和家人一起 可能找其他鄰居 去聊一下 有沒有聽過類似的聲音 從而找個根源出來 那又不是說 真的很想跟那個人吵 但是也可能溫清提示一下他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這部機器很吵